第七节是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这个章节是特别长 这个章节里面啊 说实话 啰哩巴嗦说了好多内容 有些内容其实考试根本不考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简化一点 但这个病呢 我们也实打实承认比较难 因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医院里面 是没见过这个疾病的 包括我 我也没见过 我见过溃疡性结肠炎 但是我没见过克罗恩病 克罗恩病呢 大多数其实是建于青年了 所以我没见着过 其实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它是以肉牙种性炎 为特点 主要是合并了纤维化和黏膜溃疡 它不像溃疡 就是这个定位特别明确 就是在结肠 它是整个的肠道 全部都可以累积克罗恩病 那么它出现的就是全部都是肉牙种 那你就想从食道一直到胃 一直到肠子 一直到结肠 空肠 回肠 全是肉牙种 是不是就像一个鹅卵石一样的 这种铺路一样的结构 而且呢 它很容易形成胃肠到外的转移病灶 它的胃肠到外的症状是非常多的 病因 我觉得不会考病因的 因为病因不明 有一些遗传因素 也有一些自身免疫的因素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临床的症状 这几大症状吧 腹痛 腹泻 然后或者是腹痛腹泻 和便秘 这种互相交替 还有一些全身的症状 全身症状其实主要指的是发烧 肠道外的症状 比如说像眼睛的改变 皮肤的改变 这是个皮肤的改变 你看吧 然后这皮肤改变 还有一些并发症 并发症像穿孔啊这些 我们一个个来说 我们把最重要的内容 我给你标黄了 我希望你就是更加努力的去记忆一下 这部分呢 我们也承认比较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吧 因为毕竟可能遇到的病人比较少 说起来也比较抽象 克伦病这个病呢 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腹痛 腹痛是最常见的 大多数是齐周和或者是右下腹 那其实它跟溃节就不一样 溃节的疼痛可能在左下腹里面会出现一些 那么克伦病的腹痛一般是出现在的齐周和右下腹 这种疼痛在进餐以后会加重 当我排便排气之后会减轻 而且可以夜间腾醒 这也是个特点 还有一些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 这里面包括了腹泻 或者是腹泻便秘交替 就是这一句话其实还蛮重要的 当然腹泻的形态有各种类型 粘液便呀 粘液血便呀 水秧便都可以 然后全身症状主要指的就是发烧 因为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所以它的发烧的节律也是不规则的 但是由于这样的病人总是有变血 总是有变密腹泻 它会影响到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 最终的结果呢会出现 体重下降和营养不良的情况 在儿童里面就会出现生长发育的停滞 比如说古龄的落后呀 也有一部分的病人 会出现钢裂和钢粥的漏道和浓肿 这一点请大家额外要记住 是因为克罗恩病出现浓肿和漏道的几率 比溃节要高得多 肠道外的表现 我们说克罗恩病就CD嘛 这个疾病要大家记住啊 Cron disease就CD CD的肠外表现是非常多的 它比溃疡性结肠炎要更多 这里面包括像关节炎 像口腔的这种 其实就是口腔炎 就是口腔溃疡 包括像红膜炎 结膜炎 拱膜炎 然后像皮肤上面的节节性的红斑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身上 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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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节节性的红斑 还有一些肉压肿性的皮炎 那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道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肉压肿 所以像出血 耿阻 穿孔都很常见 这都是它们的并发症 所以我讲的比较快呢 也是因为这部分内容还是以记忆为主吧 它别的没什么可说的 主要是这张图大家一定要会一定要看 因为它显示的就是在内镜条件下 这个克罗恩病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会看见就是咯咯咯咯咯 就是像个罗卵石一样的 铺路石一样的改变 所以如果想做诊断的话 光靠临床表现 腹泻变密还不行 还要有一些实验室的依据 实验室的依据当中 因为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炎症反应 所以它都会反应出来白细胞升高 因为它有出血 它是粘液血变 所以血红蛋白会下降 血小板会升高 而关于炎症的指标也会升高 这是一个自身免疫的炎症反 比如说CRP就会升高 但是在这里 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叫做抗酵母脉酒抗体 我相信大家也记不住 反正我因为记不住 所以呢 一会儿我找一个容易的方法 让你们记住这个东西 你就记住这个字吧 酒 这好记 但是你看这个疾病从内境上来看 它是贯穿了全部的消化道 所以受累的场管都是这样子的 它会表现为场管的僵硬 阶段性的狭窄 呈现一个现样症 而这个病变呢 不是说一定一个疙瘩接一个疙瘩 但是遍布整个消化道 部分的孩子有铺路石一样的改变 这个病变呢 是一个跳跃分布 叫深大的纵形的堪影 把这几句话 请你都记住 因为这个在考试的选项当中 非常容易出现 看很像鹅卵石吧 真的是很像 然后内境上面呢 我们叫它非连续的 所以这个疾病是跳跃式的分布 但是它贯穿了整个的消化道 这个黏膜非常的脆 很容易出血 这个也能解释 血肠规当中的血红蛋白的下降 然后在黏膜之下 淋巴绿泡是一个增长的 就是淋巴绿泡是一个增生状态 所以顶起来的就像鹅卵石一样 严重的病人是一个纵形的溃疡 这就是内境上面的特点 组织病理 就是肉牙肿 这个很重要 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反复就老拿这种 这种恶心的照片吓唬大家 就是为大家让大家记住 活检的时候呢 其实看到的就是淋巴组织的一个增生 有的时候呢 能够看到肉牙肿 但是也有的时候是找不到这样的肉牙肿的 控制症状和避免并发症 这个疾病因为病因不明 所以治疗上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控制症状的阶段 首先呢 它得维持营养治疗 因为它有过多的这种腹泻 变血 营养不良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把它热卡提上来 它的热卡要维持在70到100千卡每天 它的胃肠道本来就很容易破损 这个粘膜很脆 所以你不能用一些刺激性的 或者是容易过敏的食物去伤害它 药物治疗当中 首选的是柳蛋黄比定 就是水洋酸 藕蛋黄氨比定 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 你就对它有个印象 一定就行了 比较严重的病人需要加激素 剩下的药物基本上我们也不考 真的不怎么考 手术的指针 大家要了解 是说有克罗安病就一定要手术吗 不是 如果你怀疑了穿孔 怀疑了肠梗组 怀疑有脓肿的形成 或者出现了中毒性的聚结肠 病情非常顽固 你都需要考虑手术 在药物当中我们再强调一遍 SASP 它适用于轻中度的活动器患儿 但是它也有副作用 副作用主要是对性腺的伤害 激素 激素是一个泛泛的抗炎 然后是一个免疫抑制剂 但是呢 如果说对于已经用了 SASP的病人 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 或者是有并发症的 我们就要用了 我们就要足量的使用 然后要逐渐减量 先快后慢这么一个 跟激素惯用的疗程和惯用的方法都是一致的 我试图这样努力 让大家能够记住 这一部分呢 难 这一部分也比较无聊 所以我们叫鹅卵食样肉牙路 你们理解吧 你们意会就好 就是说在内境之下 应该能够看到像鹅卵食一样的改变 但这个病的核心呢 是肉牙肿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肉牙路 然后听着CD喝小酒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部分经常容易被烤 就是我在怀疑它是克伦病的时候 我到底要测哪一个抗体 我也记不住 就是找那个含酒的那个就行了 听着CD喝小酒 这个大家能记住 场外观众腐痛多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克伦病啊 它的胃肠到外的症状很多 包括像节节性的皮炎 包括像红膜炎 拱膜炎 还有包括像消化到以外的 就是关节炎 这些都算哈 包括像血液系统的 贫血啊 这些现象 所以它的胃肠到外的症状是最多的 而且呢 为什么写腐痛多 因为大多数的临床表现 会表现为腐痛 夜间能疼血 是在齐周 右下腐这个部分疼痛 排泄之后会缓解 激素比定做治疗 其实轻中度的应该先血比定 实在不行了 就加激素 所以我只能说我尽力了哈 我尽力了 然后让大家尽可能能记住这个疾病 毕竟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 见的次数不多 所以叫鹅卵食样 肉牙鹿 听着CD喝小酒 场外观众腐痛多 激素比定 做治疗 希望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第二个部分呢 是溃养性结肠炎 它其实溃养性结肠炎 结肠这么长呢 病因还是不明 它呢 好发育儿童和青少年期 所以我确实见过一例 这么多年 我就见过一例溃结的病人 它是一个结肠的 黏膜和黏膜下层的 也是非特异的炎症 病因里面 也提到了自身免疫的 这个说法 提到了感染啊 遗传啊 这种因素 它的病变位置 主要都集中在了结肠 临床表现 虽然起起伏伏 有一些突发突脂的变化 总体来说 分成轻中重和中型 会涉及到体温的变化 会涉及到拉肚子的变化 清醒的病变 就是在直肠和乙状结肠 就是最后末端的一点点 但是如果是重型 就会整个的结肠 都会受雷 腐蟹次数也会多 血量也会很多 那这样的话 血量多 血色素就会下降 胃肠道的症状 我们好好看一看吧 叫做年夜浓血变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跟克罗安病相比 因为这两个疾病 经常是放在一起比较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脑海当中 你得记着 溃结是什么样子 溃结是UC 溃结是UC 溃结是腹泻和年夜浓血变 而克罗安病呢 克罗安病主要是腹痛 也可以有恶心呕吐 比较轻的病人 是没有什么体重 或者仅仅有 左下腹的疼痛 这个是这样理解 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讲 克罗安病的时候 我们说他的疼痛 是一个 齐周的疼痛 或者是一个 右下腹的疼痛 但是到了溃养性结肠炎 就变成了一个左下腹 肠道外的表现 也有发热 也有关节炎 也有这些强制性脊柱炎 节节性红斑 肝胆疾病 红膜炎等等 也有可能会存在 营养障碍和生长发育的迟缓 这一部分呢 只能说肠道外的表现 没有克罗安病多 但是也有 并发症 请大家牢记这个并发症 叫中毒型的聚结肠 在并发症当中 请大家牢记 中毒型的聚结肠 你看 它也有可能会出现 肛中脓肿和漏管 但是它是偶发的 所以这两个疾病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诊断 依靠的是自身免疫的 有可能的一些炎症反应 然后加上年夜农血变 我是这么写的 叫年夜农血 中国节 年夜农血代表的是 它大变的特点 为什么叫它中国节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在做抗体检查的时候 是一个中性立细胞 包僵抗体 它引导的是 溃养性结肠炎 所以我就这么记了 年夜农血 中国节 但愿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看一眼 实验室检查 因为这样的病人 年夜农血变很多 所以它会有 大量的红白细胞 碰到大量红白细胞 我们其实第一个想法是感染 但是这样的病人 做了很多次大变培养 是阴性的 没有问题 不是一个细菌感染 而在血液当中 因为它有浓血排出去 这个人容易出现贫血 而这是一个自身免疫的 炎症反应 所以血向高 白细胞增高 血红蛋白降低 血小板升高 急性的炎症反应物也升高 这个跟克罗恩病 是一样的 实验室检查当中 还有一点 叫做抗 中性粒细胞 包浆抗体 特异性很强 请你把英文也要熟悉一下 大概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就行了 所以我才在前面写的是 年夜农血 中国节 那克罗恩病呢 是听着CD和小九 这样你就不会错了 然后咱们说在内镜下和在X线下的感觉 X线之下 是一个毛刷样 锯齿样的改变 能够看到一些堪影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看到一些僵硬的长管 然后看到一些长腔狭窄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千管征 然后正常情况下 我们结肠 其实结肠不是这样的 结肠不是这样的 结肠是这样的 就是结肠有带带锤 就是有结肠 带 然后结肠还有那个挂带的那个带 然后结肠还有一些锤 锤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结肠带就会消失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结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你看其实肠腔是变僵硬了 肠管也是变狭窄了 当然更好的是纤维肠镜下能够看到 它的黏膜是非常脆弱的 冲血 水肘 一碰就出血 随便一下就能碰到一些点状的糜烂 而且呢 能够看到像火山口一样 它主要是结肠的问题嘛 所以是呈现一个火山口一样的 一个破溃的样子 病变是直肠和乙状结肠最肿 所以它一旦有直肠的表现 这个人吧 老有理极厚重 他老想上厕所 所以他老想排便 排出来的呢 又是年夜浓血便 在显微镜下的病里 看到的就是非特异性的炎症反应 有可能会发现隐窝浓肿的形成 鉴别诊断里面主要其实还是跟克罗恩病来鉴别了 克罗恩病的特点就是全消化道的一个跳跃分布的 然后鹅乱石一样的 最关键的克罗恩病是肉牙肿 这是最核心的啊 这是最核心的表现 然后克罗恩病会形成一个深大的纵型的堪影 这是克罗恩病 治疗 其实这两个疾病从治疗上没有太多的区别 它都是要注意休息呀 饮食当中少渣少纤维高蛋白 然后能够好消化一些 能够让它补充一些营养 药物治疗还是这个表 SASP激素 如果实在再不行了才能上免疫抑制剂呢 手术治疗 因为在溃养性结肠炎当中 中毒性拒绝肠是它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 所以手术的指针也包括了这个 那么如果保守治疗无效 或者是有癌变 有出血 有穿孔等等这些外科情况 你都应该及时选择手术的方案 克罗恩病常见的肠外表现不包括什么 我们肯定说过了关节炎 我们说过了口腔溃疡 我们说过了节节性的皮肤病变 给大家看的那张图 还有一些肝胆病变 唯一没有出现的就是肾脏改变 这是克罗恩病 轻中度的 Cron disease应该选择什么药物 轻中度的选择它 第八节 肠套底 肠套底我先讲一个病例 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的病例 这是我一个病人 当时我还是小医生 这是一个八个月的孩子 腹泻来的 急诊收上来 急诊收到病房做什么呢 急诊说呀 他脱水 尿少 脸色稍微有点差 状态有点蔫 想上来补补业 我说好 我们就收上来了 八个月的小男孩 他确实 他来的时候 尿比较少 精神状态有点蔫儿 然后呢 手脚不算凉 然后嘴唇皮肤有点干燥 我们说那你可能是个中度脱水 我们就补补业就好了 然后我们在查体的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他很乖 特别乖 八个月特别乖 就是你随便摸 他也没什么反应 肚子也没有 没有胀呀 没有抵触的感觉 都没有 然后呢 一会儿患者家属 把我们叫过去了 叫的是我的上司 说他有一点血 他有一点血变出来 他不是血和变 他就是有一点血 然后我们看一下钢中呢 我们觉得可能有个钢裂 就拿钢裂来解释一下 觉得他可能是个钢裂 引起来的这种血 在尿布室上能够看到 来我们补业之后呢 刚来的时候有过一次吐 后来就没有吐了 后来还有过一两次 这种血的情况出现 然后我就交给叶班了 我跟叶班医生说 我说他呀 我觉得状态有点 不是特别好 他不活跃 八个月的小男孩 应该很活跃了 四处乱蹬乱动的 我说我觉得不是很活跃 我说要不然 我当时是跟我上级医生说 我说 咱们要不然考虑 给他做个超生 上级医生说 觉得没必要 他说你要查 你就查呗 你要查 你就查个X线 看看他有没有耿阻 然后我说那好吧 你说查X线 我就查了一个 但是我当时查的时候 没出结果 我交给叶班医生了 我就走了 第二天还是我上班 然后叶班医生 没有看片子 他忘了 他忘了这事了 然后叶班医生 就跟我说呢 输了叶之后 稍微活跃点 然后也没有再吐 目前也没有再拉 没有再拉的现象 觉得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好 早上起来 我去查房去看看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怕你蔫 就是乖乖的坐在这里 你知道 就乖乖的靠在这里 八个月的孩子 补业完了以后 我的糖盐水已经给完了 糖水盐水给完了 我也怕他脱水 给了他一点假 给完之后 还是这种乖乖的状态 肚子 随便摸 可以摸的 我问家长 总是哭吗 也没有 吃过一点点东西 但是还感觉食欲不旺盛 我照了一张片子 我看一下片子 后来我就发现 这张片子上 是一个白的 它没有什么气体存在 我说不行 这孩子肯定有问题 八个月绝对不会这样 我说 拍一张超声 我说你别回家 你做一个超声 一做 刚下去做 过一会儿 超声给我打电话 这个孩子长套笛 这个孩子已经套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是我遇到的一个 特别不是那么典型的 不像典型病例上说的这样的 一个长套笛的病人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差不多也是在一岁左右的孩子 轮状病毒未肠炎 他来医院的时候 他是刚刚呕吐 刚刚拉肚子 刚开始 我们跟他说呢 你要用口腹部也盐 在家去管理 你要观察一下孩子的精神反应 然后观察一下 大便的形态 他出院以后 大概四个小时之后 又回到急诊了 再来的时候 妈妈觉得很慌张 说这 前面拉的都是水 现在怎么有血呀 马上去做个超声 长套笛 所以这个疾病 实际上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的样子就是这个 一部分的肠管 连同着肠细膜 套到了临近的肠腔之内 这是最常见的婴儿的疾腹症 一般都是在小男胖子 小男孩 而且呢 是健康的肥胖的小孩 四到十个月最多见 春秋季节比较多 就是图片当中画的这种情况 病因 大多数都是原发性的长套笛 病因其实也不明确 可能跟感染和饮食改变有关 那么我遇到的更多的 还是跟感染相关 因为感染的时候 胃肠蠕动是比较快的 轻一下就套进去了 也有一些情况呢 是激发性的长套笛 遇到的比较少 临床表现 腹痛 呕吐 血便 腹部包块和全身症状 说到腹痛 我就得跟你说一下 我朋友的病例 我朋友远在深圳 我朋友远在深圳 没什么大事 从来不骚扰我 有一天他就跟我语音 他说我们家孩子拉肚子 我说没关系啊 拉肚子有什么可怕的 五五夜就好了嘛 过了一会儿 他又跟我微微信 他说我觉得他肚子疼啊 他一会儿一哭 没有别的原因 他只能是肚子疼 他们家孩子当时是 一岁两个月左右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你马上带他 立刻要到医院做超声 一捆一哭闹的现象 绝对不对 你一定要警惕 长套叠 当时这个孩子 除了有点呕吐 有点拉肚子 没有其他的症状 就是一会儿一哭闹 长套叠 这种腹痛 它是其实是剧烈发作的 一个震发性的脚痛 震发性的脚痛之后 会有一个间歇期 再疼 再休息 所以它是一个反反复复发作 所以我们临床的描述 就是一会儿一哭闹 一会儿一哭闹 间歇数十分钟 就可以再次出现 孩子可能不会表现为 说哪里疼 他会表现为窝着 这种被动的体位 他可能表现为 总是要让妈妈抱 总是表现为 一会儿就情绪崩溃了 哄不住了 那么在腹痛发作之后 也有一些孩子 就开始出现了呕吐 这种呕吐 是跟长梗族有一定的关系 它虽然是个不全梗族 但是最开始吐出来的 是食物的残渣和奶制品 再往下吐出来的东西 就更低了 含有胆汁 它可以出现一个 不全形的消化道梗族 所以最后也可以吐出 粪便一样的这种液体 在疾病的早期 大便是正常的 随着疾病的进展 会出现暗红色的 果酱一样的 粘液血便 这是跟他套完之后 这个局部的肠管 有粘膜的坏死 水肿有关系 所以他才会有一些 粘液血便脱落出来 大多数的孩子 都有血便出现 像我之前遇到的第一个 不典型的病例 它是以血出来的 它直接滋出来的 就是血水 但是后来我们在分析 这个病例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 我们也要总结 说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给他做超生 也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发现 只发现有血的时候 认为他的血跟变 是没关系的 但是再后来我们想 一个钢裂 是不可能引起 有那么大量的血的 所以这还是说 我们做医生的时候 你终生都要非常谨慎 因为时时刻刻 都有可能有风险 那这就是一个病人 所以我举了一个 以腹痛为表现的 举了一个 以血便为表现的 那么刚才我说到的 这个以血便为主的孩子 不是做出来 这个超生的检查了吗 然后马上请外科 我们其实摸不出来 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有的时候我们 儿科医生的手法 还是不够娴熟 后来我让外科来摸 外科认为 还是能够摸到 一个腊肠样的包块 但是如果出现了抚摸炎 这种已经出现了 包裹性的改变了 包块就摸不到了 全身的症状 每一年 相信我每一年 在中国的各个医院 各大医院 经常会有 因为长套蝶 而死亡的孩子 因为这个疾病 进展的速度可能很快 一下子 整个就崩盘了 所以我记得 也有一年 很清楚的记得 我当时有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来的时候 刚开始吐了两次 他没有任何 消化道的症状 等他再去 儿炎锁的时候 就进去去抢救 然后很快就死了 最后家长不认 家长说我要做尸检 尸检出来以后是 长套蝶 因为这样的病人 会迅速的进展到 全身衰竭 会有全身中毒症状 你的这个东西 一直卡套卡在这里 它又解不出来 尤其到后期 这个长套很严重 这个局部就已经有 黏膜的水肿 坏死 所以你又解不开 这个套 有很多的毒素 就不停的被吸收到 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孩子会有 像高热呀 昏迷呀 感染休克 这样的表现 这是一些全身的症状 这我们说的是 急性长套底 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手术的视野之下 能看到的 最典型的 在超生下 应该能够看到 同心圆 大家其实想象也能出来 就是卡 这样套进去了 你从这个面看 就应该是个 同心圆的样子 还有一部分孩子 出现的是慢性的长套底 他主要是儿童期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病程比较长 有一些震发性的腹痛 有一些包块 也有一些全身不舒适等等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基本上只考急性的 诊断 健康儿童 不明原因的 一阵一阵的哭闹 腹痛 呕吐 越来越重 如果能够发现 蜡肠一样的包块 和后面出现的血便 就要怀疑这个疾病了 腹部的超生是首选 超生完了之后 一旦有的时候诊断了 长套底 我说你也别回病房了 您就直接到影像科吧 空气灌场 这是一个最常用的 诊断和治疗方法 也有一些人用于背脊冠肠 但他其实不适用于晚期的病例 我们也很少使用 先说鉴别诊断 一会儿再说手术时机的问题 鉴别诊断 跟菌粒鉴别 菌粒是粘液浓血便 菌粒也有腹痛 也有血便 但是它的腹痛 不会越来越严重 它也不会能够摸到一些包块 当然菌粒应该能够培养出来 制鹤菌粒 每克尔气齿 每克尔气齿会有血便 但是每克尔气齿不疼 因为它是一个胃肠道 自己的畸形状态 所以它不疼 回虫性的长羹组 回虫性啊 它是一个钻顶样的疼痛 如果是在胆道之内 如果是在胃肠道呢 应该能够看到调索一样的 腹部的包块是调索一样 而不是腊肠一样 这个回虫性的长羹组 位置在其中或者是其下 过敏性子颠 这个好鉴别啦 因为过敏性子颠要有皮疹 治疗 一定要注意 肠道蝶永远要警惕 肠道蝶绝对是可以危机生命的 分分钟这个一不小心 就要死人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手术指针 和非手术治疗的时机 这个部分是重点内容 会考 会考 就看考你哪边了 但是一般来说会考 非手术治疗 指的是发病的时间 在48小时之内 全身的状态良好 没有这种感染中毒的表现 没有辅障的表现 但是如果是 发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比如说发病都三天了 或者是空气复位失败了 他就得改为手术 我上次说的那个 以血便为主的孩子 当时我一让他在超生 做出来童心园 我就让他去影像科了 但是 他就是属于 发病的时间比较长 他接近48小时 空气复位复完 空气复位啊 他们是这样一推 应该完全给他推开 但是他推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推不开了 那我们也不能愣推了 我们也怕胃肠道出现问题 然后就让他回来了 家长说我想观察观察 我不想手术 然后过了一阵 我们又复查 又套回去 最后这个孩子 只能手术治疗 那么在 非手术治疗当中呢 我们术前给解经济 术后给探末 6到8个小时之后 有探末排出 有这种 就说明通了嘛 说明通畅了 证明已经复位 但是一定要交代 家长 有可能再套上 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人 再套上的 就是又开始哭闹了 又开始吐了 就又套上 手术治疗 跟他做对应的 他指的是 长套叠的时间 比较长了 要超过48到72小时 或者是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这个人病情很重 比如说他有休克的表现 有高热不退 有这种病情很复杂 不除外穿孔的 不除外肠坏死的 你都要考虑手术治疗 这个是考试当中 容易出现的考点 下列关于长套叠 描述错误的 小胖子 而且是个男孩 那么这道题 最终的答案呢 应该是一选项 就是春末夏初 这个应该是错误的答案 当然这道题的答案 这部分我觉得 也不是很谨慎 因为并没有太多的 科学研究数据 说是早产而更容易 出现长套叠 他只是说了 第一胎的男孩子 肥胖的健康儿童 然后四到十个月 比较多见 然后从发病的时间上来看呢 应该是春秋两季最多见 春和秋 春秋两季最多见 五个月的孩子 长套叠都三天多了 也有辅障 现在怎么办呢 只能手术 长套叠千万不能等 一旦其实发现了 它是急性长套叠 我们总要做点什么 他不是选择空气灌肠 就是选择手术 他没有什么其他 更好的治疗方式了 在长套叠当中 哪些情况 不适宜采用 空气灌肠 这种题目就比较像考题的那种类型了 长套叠的患者 本来就容易耗发在四个月到十个月 本来就有可能会出现果酱样的大变 如果他没有腐胀 全身症状好的话 他都可以尝试空气灌肠 但是一旦他的发病时间比较长 他就不应该采取空气灌肠了 主要还是因为绵膜肿胀 这种情况下灌不成功 好 我们至此为止就介绍完所有消化系统疾病了 那我们总结一下 在消化系统这个章节上来说 看起来文字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 你会发现还挺薄的 小儿腐蟹病是个重点 尤其是每一年的补业 每一年脱水的识别 每一年并发症的处理 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内容 那么这一次呢 我还额外的增加了液体的选择 告诉大家 多儿章的液体到底是怎么配出来的 章力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里面我同时今年还加了血气分析 告诉你血气分析的正常值了 已经告诉你正常值 在你临床判断的时候 其实是给大家一些帮助 告诉你B越酸 它就是这个数值就越低 那其次呢 比较难一点的地方呢 就是炎症性肠病和 克罗恩病在抗体选择上 你要做的一个检查 我们说听着CD喝小酒 还有一个是 年夜浓雪中国节 请大家别忘了 肠套底 是经常出现在考试当中的 是腊肠一样的改变 一会儿一哭闹的现象 然后会有呕吐 和一些血变现象出现 它是一定要早期采用空气灌肠 实在不行晚期了 你就要考虑手术治疗 所以这一部分的题目 其实是比较多比较杂的 那有可能你会在翻来覆去的 做题的过程当中 能够加添印象 如果说好长时间不做题 尤其是像液体的选择 就容易忘记 所以最终呢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稍微多花点时间和精力 把这一章的内容 仔细给巩固清楚 那么今天我的讲述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